加拿大内斗中国躺枪 涉华调查员辞职前的一句话 暴露了这个国家的畸形心态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最近加拿大的反对派做了一件事情 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他们把特鲁多任命的调查2019大选 是否有中国力量干预的特别调查员给逼的辞职了 做出了这件事情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闹剧 加拿大反派污蔑中国干涉本国选举这件事情 最早是在今年三月份闹起来的 那么简单来说 就是加拿大的反对派对于2019年输给特鲁多的自由党 非常的不满意 认为这次大选受到了伊朗中国俄罗斯的干预 要求发起调查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场先射箭后画把的闹剧 加拿大的保守党想要打击自由党这个竞争对手 找来找去决定选择中国这个常年被美西方舆论妖魔化的国家来背锅 加拿大这个北美国家距离美国比较近 而且移民门槛也相对比较低 所以在早年是不少外国移民的热门目的地 而当地的华人也就比较多 这就给了加拿大反对党拿着中国干涉选举这件事情做文章的依据 而且啊加拿大保守党是亲美的还是在野党 所以不少保守派政客在反华这件事情上比自由党更激进 在涉江涉港问题上也是经常发表出格的言论 这些言论也自然会引起中国外交部门的反制 而中国外交部门的这些反制 也被保守党用来当作干涉选举的证据 打比方来说 五月初的时候 一名曾经炒作过涉江议题的保守党议员庄文浩 就以自己被冒犯了为由 逼迫特鲁多政府驱逐了一名中国的外交官 而为了安抚保守党 特鲁多政府还真的就答应了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特鲁多拿中国开刀的做法 不但没能稳定国内的局势 反而是让保守党得了便宜还卖乖 为了调查中国干预选举这件事情 特鲁多任命了一名调查员 叫做大卫约翰斯顿 这个人有数十年在法律界工作的经验 是知名的教授 还担任过英女王派驻加拿大的总督 在加拿大政坛的地位是比较超然的 五月下旬的时候 在驱逐了那名无辜的中国外交官之后 特鲁多似乎认为这场闹剧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于是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 大卫约翰斯顿就对加拿大国会 出去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里的原话是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有计划在2021年组建自由党少数派政府 然而时间到了六月份 保守党宣布他们对这份调查报告不满意 认为大卫约翰斯顿和自由党的关系太密切了 调查结果不可信 最终把大卫约翰斯顿逼得辞了职 那么在辞职之前 大卫约翰斯顿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直接表示自己承受不了调查过程中高度的党派气氛 所以让特鲁多另请高明 他的这番话呀 其实也再一次的证明了中国的清白 加拿大保守党名义上是调查通中门 实际上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来打击自由党 给自己争取选票 因此无论调查这件事情的人是谁 调查的具体过程又如何 只要结果不是保守党想要的 那么他们就会一直的闹下去 加拿大的党派斗争居然要隔了一整个太平洋的中国来买单 也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西方的选举政治发展到如今 已经越来越朝着闹剧的方向 一去不回头了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